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最近有假人来私信我 说有人打着直男财经助理的名号 加了他的私聊 用我的名义来推荐股票 啊 我待在原地啊 验子现在胆子都这么大了吗 举报没商量啊 不过呢 最近大家是一定要小心啊 从6月底开始 这股市行情不是火爆了吗 本着什么火蹭什么的原则 很多骗子大忽悠们呢 改头换面 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个非法的 建股大师 上个月呢 证监会是曝光了200多家 这类机构的名单 人家套路呢 那是五花八门呢 最常见的是啥呢 那些几乎查不到 相关从业信息的所谓大师 他的前缀 还是一大串根本不存在 或者是没办法考证的头衔 这帮大师先开网络直播 假模假式 给你先分析股市行情 时不时给你发点小红包小福利 然后呢 把你拉进了各种绝缘群 交流群 未缘群 让你产生了一种错觉 那就是 哎呀 靠谱 服务好 比直男财经都好 为啥 直男财经从来不发红包的 当你这么想的时候 收割就开始 什么叫杀猪盘呢 就是把你骗进来 养肥了 再宰掉 而收割的方式呢 通常有三种 大家拿出条本本记好了 第一种 把你拉到群里之后 也就是骗骗你的会员费 服务费 以及建股费 但是谁都不知道 背后推荐大师 是什么样的牛鬼蛇神 第二种就升级了 这种建股大师 很有可能是跟庄家商量好了 收点佣金 然后骗你接盘 而这建股大师 一般会告诉你 这只股票会涨 高喊 实际成熟 万人建仓 然而 等你一买进 那就是止不住的大跌 直接封死跌停 都有可能 最狠的还是第三种 直接骗你 到假的交易平台炒股 你以为你的股票 在交易所交易 其实呢 你的钱根本没入市 早就进了骗子的口袋 你相当于在玩 炒股模拟而已 我忍不住都要唱出来了 一切都是假象 不是你们想象 无所谓真假 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有假人就问了 说这群里面的人 难道就没有意识到 这玩意是骗局不靠谱吗 从大师到助理 再到各位所谓学员粉丝 都是一伙的 三十人的群里面 二十九个 都有可能是骗子眼的 你以为你找到了组织 其实呢 是给黄鼠狼拜年的鸡呀 这些托儿 对大师一呼百意 真心恐吼 表示自从听了大师的话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聪明的智商 再次占领高地了 脑子一热 你就很容易 把自己也给交代了 那又假人又问了 说那有没有 反套路这些骗子的方法呢 假人啊 有啊 不小心进群了是吧 如果有人说 自己能买的股票涨了 就让他发红包庆祝 为了让你上钩 他一定咬咬牙会发的 你只管疯狂抢红包 从来不买 他们推荐的个股将心 没几天 他们会自动把你踢出群聊 太有才了 正才行 深入行 记得点赞点关注